猪门酒肉秀 路有洞丝骨 一个豪华酒店内几名大度将军 正在享受着美女们的特殊服务 他们不仅每日都能像今天这样 寻欢作乐逍遥自在 甚至还拿着巨额的钱财 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掷千金 反观他们国家的子民们 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百姓们与苦难不管也就罢了 可为了让大家乖乖听话 他们还会定了七朝难民区投放毒鸡蛋 一起来镇压那些 但凡有一点点反叛之心的难民 几年前 土耳其斯坦的总统去世之后 两名最佳候选人 阿突和阿发就产生了矛盾 俩人原本是亲兄弟 可哥哥阿突却信奉暴力执政 他觉得只要有着强大的武器在手 百姓们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而弟弟阿发却深知 水能载舟义能复舟的道理 他坚持以和平友善的方式来管理国家 因为理念不同 崇尚暴力的阿突 很快就用强硬手段夺得了大权 弟弟阿发因为斗不过哥哥 就联系了美国寻求帮助 众所周知美国号称是世界的警察 遇到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他们答应了阿发会在某个地方接应他 然后再想办法帮阿发夺回国家的掌控权 事情进展的十分顺利 阿发很快就逃到了接应的地方 只要有了美国的庇护 接下来的事情肯定就好办多了 可让单纯的阿发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美国已经被阿突给收买了 原本美国是不愿意和阿突狼狈为奸的 可奈何对方不断加钱不断加钱 甚至还承诺 以后会在美国继续购买大量的毒气弹 如此一来美国就忍不住答应了 最后在老美的出尔反尔下 阿发不仅求助失败 反而还被软禁了起来 农夫心内如汤主 公子王孙把善摇 一边是受苦受难的百姓 一边是娇奢淫义的权贵 既然正义得不到伸张 那么以暴制暴就是最好的做法 话说男主富贵是一名亿万富翁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 就对磁铁领域有着很大的研究 长大后的富贵 更是用改造后的磁铁发明了很多专利技术 这些技术有的用在了手机领域 有的用在了汽车领域等 富贵也因此成为了一名赫赫有名的富商 都说有钱人的生活是枯燥无聊且乏味的 富贵对此非常认同 于是他就投身进入了慈善领域 打算造福大众 富贵原以为凭借着他的亿万资产利件 应该可以为平民们展开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 可当他亲自经历了一次毒气轰炸事件后 富贵终于明白 无论他用多少资金来救急难民 坏人只需几发炮弹下去 就能轻易将他的成果摧毁 正所谓天下有道以身殉道 天下无道以道殉身 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 富贵开始决定 要用自己的余生以及所有的财富来替天行道 这事件本就不缺大义之人 缺的只是肯第一个站出来的领头人 所以很快富贵就找到了五名 志同道合并身怀绝技的伙伴 而且为了避免身份被人追查 五人全都以假死的方式从世界上消失了 富贵几人自称为鬼影 他们丢掉了以前的所有证件 以数字为代号开始了新的人生 富贵就是一号 首先第一个目标就是信奉暴力执政的阿突 他们要想办法把阿突搞下台 让他热爱和平的弟弟阿发上位 不过由于阿突身边亲位众多 想要直接搞他并不容易 甚至搞不好还会把阿发给害死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先从阿突身边的人下手了 几人把首要目标定在了一名 经常把阿突打国际官司的律师身上 奔着先礼后兵的原则 富贵和这名律师好好谈了一番道德问题 可律师却对阿突用毒气弹轰炸平民的做法 进行了各种诡辩 见律师不肯悬崖勒马 富贵也不多逼逼 直接就让二号挖掉了律师的眼睛 并抢走了他的手机 因为律师的手机是视网膜解锁的 二号原本是美国幽灵特工局的特工 当初就是他负责抓捕阿发的 起初时在上级的忽悠下 他还以为阿发是坏人 可当得知美国政府和阿突狼狈为奸后 二号就提出了离职 并在富贵的劝说下加入了鬼影组织 身为阿突的御用律师 在被二号弄死之后 自然也是引来了守卫的追杀 然后六号车神就派上了用场 在大量敌人的追杀下 以及普通人的干扰下 六号在重车之中 如如无车之径一样 开启了炫酷的烧胎飘逸 不过身处别人的地盘 飘车也是有讲究的 为了避免在追逐中找不找北 四号跑酷达人天行者就开始出面了 四号曾经是一名游手好闲的僵硬大盗 但在一次盗取价值千万的珠宝时 惨遭队友抛弃 后经富贵劝说 四号从此改邪归正加入了鬼影组织 而在四号的指挥和掩护下 富贵他们也是一路过关斩将 值得一提的是 此时的二号受了很严重的伤 然后五号医疗兵就开始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他在简陋的设备以及车子急速行驶的状态下 依然完美地帮助二号完成了取弹手术 二号也颇有刮骨疗伤的精神 即使身负重伤 可依然能够大杀四方 最后是负责接应他们的三号 他曾经是一名杀手 只要钞票管够什么人都能杀 不过在一次杀人后 发现对方有个孩子将会成为孤儿后 同样渴望母爱的三号的良知就被唤醒了 在富贵的劝说下 三号也是弃暗同名加入了鬼影组织 然而就在众人完美的配合下 即将逃出升天之际 一名守卫却突然出现 打破了车子的挡风玻璃 因为失陷受阻 六号一个不慎就悲催的领了盒饭 众人在一番缅怀之后 就把六号的尸体丢进了大海 他将会成为一个除了几人之外 无人知晓的无名英雄 富贵原本人手就不多 现在竟然还牺牲了一个 于是富贵就决定再找一名替补人员 老黑原本是一位特种部队的狙击手 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他发现了一辆疑似恐怖分子的车辆 为了避免队友遭到袭击 老黑向上级请求下达开枪的命令 可因为上级的优柔寡断 就导致了他的战友全部牺牲了 自那以后 老黑就患上了抑郁症 从部队提前退役 富贵在得知老黑的信息后 很快就找上了他 为了尊重六号 富贵把老黑任命为七号 并且向他保证 无论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阻止他向敌人开枪 人员到齐之后 下一个任务也随之展开 通过律师的手机 富贵追踪到了阿图手下四名将军的信息 他们会在拉斯维加斯赌场 和美国进行一场毒气弹交易 从美国购买军火 那当然就是美国的贵宾 为了招待四名将军 美方军火商给四人安排了各种口味的美女 不过就在几位将军逍遥快活的 和美女们玩套圈游戏时 富贵几人已然乔装打扮 混进了赌场之中 几位大富贤贤将军 很明显早已被美色掏空了身子 所以在富贵几人的暗杀之下 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甚至其中一位 竟然还在即将到达巅峰的瞬间被控制了 这就是有点尴尬了 为了缓解尴尬 富贵也是转移了话题 他向对方询问了阿发被关押的地点 在得到有用信息后 富贵也是让这名将军 舒舒服服的见了阎王 律师以及将军的死 阿图这边必然也是收到了消息 于是他就叫来了那些替补上位的人员 在阿图的吩咐下 几人全都被推下了高楼 因为他自作聪明的怀疑 正是这些最大受益者杀死了那几名将军 甚至阿图还警告阿发 不要试图再收买他身边的人了 阿发则一脸懵逼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收买任何人啊 阿图走后 富贵几人也是展开了营救阿发的行动 地点是在香港的一栋大厦顶楼 7号老黑藏在顶部的吊塔上面 负责观察敌情以及掩护队友 4号天行者则用绳索开始布置逃跑路线 5号医疗兵伪装成一名富婆 在人群之中扔了几枚笑气蛋 让商城的工作人员全都狂笑 不止失去了动能 随后2号女幽灵和3号男杀手 直接深入阵地开始准备营救阿发 至于1号富贵则要负责指挥众人 以及应变突发事件 营救计划进行的十分顺利 众人很快就冲过重重守卫找到了阿发 可就在他们打算撤退时 却发现情报出现了错误 因为这栋大厦里面 隐藏的守卫远比想象的要多 面对源源不断出现的敌人 2号和3号倒还足以勉强应对 可4号天行者就没那么好受了 他虽然跑步厉害 可战斗力明显不足 很快4号就被逼迫躲进了一个泳池里面 为了不被发现 4号已经足足憋气了两分多钟 再这样下去 他迟早会死 就在这关键时刻 吊塔上的老黑集中生智 用穿甲弹把泳池打了个小孔 总算是解了4号的燃眉之急 而且根据这个方法 老黑灵光一闪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让队友提前抓住坚固的东西 然后开枪打爆了周围的泳池 大量的池水清洗而下 不过此技虽妙 可还是幸存了不少路网之余 还是和之前一样 骁勇善战的2号和3号成功杀出了重围 4号则在敌军的追击中突破失败 此时地面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警察 已经包围了大厦 为了顾全大局 4号毅然决然的让队友不用管他 富贵虽然于心不忍 可也只能狠心将4号抛弃 当然抛弃并不代表4号真的没救了 虽然他战力较低 可敏捷却异常的高 在众多敌军的追捕中 4号在各个危险建筑上面闪转腾挪 这一幕让曾经失去战友的老黑 再也看不下去了 他不顾富贵的反对 坚持要营救4号 虽然这样做 他没有很大的风险 会被警察抓到 可值得庆幸的是 老黑最终还是成功了 经历了这次行动之后 众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牢固了 而把阿发救到手后 想要获取阿突的线索就简单多了 阿发告诉富贵 在4天后的亡灵节那天 阿突会发表一次全国演讲 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毋庸置疑 阿突演讲的那天 身边肯定少不了大量的守卫兵 可富贵他们却只有6人 为了能够以少胜多 几人就在这4天内 制定了一套非常周密的计划 他们先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篡改了电视台的路线 然后富贵又给众人准备了纤维防弹衣 以及不含任何钢和铁的特制武器 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些 我们稍后揭晓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亡灵节这天 就在阿突上台 刚要发表讲话的时候 富贵他们直接就把提前篡改的电台镜头 切换到了阿发这边 在阿发的大力煽动之下 百姓们开启了反抗起义行为 暴乱的出现 使得阿突瞬间慌了 他赶忙离开了总部 打算前往自己的豪华邮轮暂避锋芒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由富贵研发的几艘磁力小船 也渐渐靠近了邮轮 磁力小船体积虽小 可却暗藏玄机 它可以把整个邮轮 变成一个巨大的磁铁 之前也是说了 富贵他们的防弹衣 以及各种武器 都是特制不含钢和铁的 所以在磁力小船的功能开启的瞬间 邮轮上面所有的钢铁物品 全都变成了致命武器 身穿金属防弹衣和手持枪械的守卫们 更是被吸得云头转向 此番较量就犹如赤壁之战一般 富贵他们成功地用计谋和科技的力量 完成了以少胜多 而阿图见大势已去 就赶忙呼叫了直升机前来救援 在登上救援机的那一刻 阿图心里还是想着 自己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可他却没想到 这架救援机 其实早就被富贵他们给拿下了 在不甘的呐喊中 阿图就被富贵他们扔进了难民区内 等待他的将会是百姓们犹如丧尸吃人般的怒火攻击 而搞定阿图之后 富贵他们先是安排了一个小假期 然后就会继续背负起鬼影的使命 去对付新的萧小之徒 这个使命会持续到世间的罪恶彻底消失 或是他们生命的尽头 最后电影结束 好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哒